翁晓琳現在拋出總統投票改制 但大家在討論 大家都說是不是要卡柯文哲呢 柯文哲終於曝光了 他微笑說誰輸誰贏還很難講 現在變成藍白之間的話題 看到沒有 柯文哲撿到槍 這就是翁晓琳丟出來的槍 讓柯文哲撿到了 突然好了柯文哲 我請問你這是國民黨要的嗎 其實不是嘛 但是翁晓琳就造成這個作用 翁晓琳為什麼造成作用 第一個你看翁晓琳第一時間 你要跟大家主張要談說 總統這個投票要兩輪投票 然後要求說要絕對多數 這個我們都尊重嘛 但問題是人家在跟你好好討論是說 拿憲法徵修條文裡面就告訴你說 是得票數比較多的當選 很顯然我們的憲法裡面用的是 相對多數不是絕對多數的概念嘛 而這一件事情呢 是可以客觀好好討論的 因為人家只是告訴你現在憲法這樣做 所以你要改規定 你就是要修憲 你就不能只有改所謂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不是呢 你這件事人家在跟你好好討論的時候 進到後面的時候 他生氣了呢 生氣氣的很嚴重 他講的是 他不是像委員講說 針對卓冠廷來的 針對民進黨立委來的 他講得很廣喔 他講綠媒人士的民本人跟國民黨團 提出來的監督法案 說是毀憲亂政 雖然我不知道是他講誰說他毀憲亂政 但是你可以看到不管包括林志群律師在內 大家都是拿中華民國的憲法拿來跟你討論說 上面就這樣寫啊 那為什麼你要這麼堅持呢 結果現在連陳前總統陳水扁都跑出來 告訴你說 不然看過人這樣 就那個念法律的慕尼黑大學的博士 然後法律系的教授 結果呢 憲法比較大 還是一般法律比較大 竟然分不出來 這竟然是由前總統來嗆聲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整件事歪了歪的很徹底嗎 而且歪更歪的是什麼呢 是這件事情 因為人家就在講說 你就是三喀都嘛 那三喀都的情況之下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時候投出來 賴清德德40% 柯文哲跟侯友宜去分剩下的60% 結果呢 這個情況之下 有人支持侯友宜 有人支持柯文哲 請問國民黨為什麼從選後到現在 得到的結論都是 賴清德只有40%是少數總統 有六成的人反對你 我請問一下 那六成的人什麼叫六成的人反對你 他選擇了侯友宜 選擇了柯文哲不代表他反對賴清德嗎 這個邏輯有這麼困難嗎 但是呢 現在顯然的 翁小玲就是糾結在這件事情上面 認為說你就是少數總統 你就是沒有拿到絕對多數啊 所以修改總統選舉罷免法就可以啊 好啦 那你講完了之後呢 現在這件事情呢 人家在虧你就虧 那你就是要讓國民黨選到贏嘛 兩輪投票有個好處啊 因為對於這個非綠陣營來講 我沒有非要在柯文哲跟侯友宜 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選擇棄保不可嘛 我等到第二輪的時候呢 因為第二輪的做法通常是選前兩名啊 所以有一名已經被淘汰掉啦 所以大家就不用煎熬啦 所以國民黨的玩法就是要非玩到贏不可嘛 所以昨天才有人開玩笑 我看林志群律師臉書下面留言 有人說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乾脆呢 就三戰兩勝就好了啊 這林志群律師寫的嘛 然後下面還有人說 不不不不 千萬不要用三戰兩勝 按照正規的總冠軍戰的打法 要用七戰四勝制 對 七戰四勝制 拚七一次 然後看誰贏四次就贏了 還是要打乒乓球 二十一球 二十球這樣子是不是 要一直玩下去是不是 所以我只只問觀眾朋友 跟舉進一件事情啦 話都已經歪樓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還是正常在討論這個案子嗎 顯然不是嘛 所以在討論七戰四勝的時候呢 柯文哲就跳出來啦 說你們不要 國民黨不要覺得你們一定穩贏的啊 搞不好你現在是推的人 我還比他支持度高 是不是 我如果柯文哲是第二名的話 你們國民黨第三名的話 進入第二輪的時候 只有民進黨的賴清德 跟我柯文哲而已 沒有你們國民黨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啊 所以誰讓柯文哲可以去嗆這個蝦 是你翁曉玲丟出來的內容 讓大家可以去嗆這個蝦嘛 最後回來講一件事啊 國民黨不是要民生法案優先嗎 怎麼我剛剛看了一下新聞 現在交付委員會審議的法案 國會改革無法 請問是民生法案嗎 不是吧 然後中配改年限這件事情 請問這算民生法案嗎 也不是嘛 而且我最近看到好幾個 這個中配拍的YT的頻道 各位自己到YT去搜尋看看 有多少中配他還沒有到年限 但他一直拜託你們臺灣人不要拿政黨 他在講國民黨不要一直消費他們 拿出來消費 因為對他們來講 已經拿到身分證的 不會管這個議題 那對中配來講 很多人在等時間的早晚都會拿到 即使他還沒有拿到 他在臺灣也在工作 也在生活 並沒有因為他沒有拿到 就不准他工作 所以他也在工作也在生活 他們是拜託大家 不要拿政治打擾他們親近 請去看看那些YT情報 最後來講 這個兩輪投票翁曉玲所提的 請問這是民生法案嗎 這幾個交付審議的都不是民生法案 但是都是現在媒體討論度最高的法案 那對國民黨來講 你看討論到連我們委員都不知道說到底哪一個 是國民黨關注的優先民生法案 討論到這個程度 歪樓到都已經變成是聲量的部分來做考量了 所以你翁曉玲到最後 我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明知是憲法 但是故意不看憲法 那這看起來聲量考量居多嘛 那至少另外一個聲量怪物來了 柯文哲來了 所以歪樓歪到聲量怪物都跑來蹭了 你這個議題再講下去 請問大家還能夠客觀的看嗎 我覺得很難 因為柯文哲二跟五才會去立法院 你要辦法問到他 所以禮拜五的時候早上才被問到 但我覺得柯文哲是聰明的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也知道嘛 原先國民黨在推這個案子的時候 有人認為說他是在吃民進民眾黨的豆腐嘛 所以那個時候民眾黨第一時間的回應其實是透過發言人講說 先不要預設我們柯文哲是第三名嘛 那所以他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誰輸誰贏還不知道 意思是反正我接下來我會成為民進黨非常可怕的敵人 那他當然要講就是說 表表面上他在回答這個問題 但接下來是這個法案進入到惡毒之後 就已經過一讀了嘛 進到惡毒之後 那民眾黨的立委的態度他是支持或不支持 如果他覺得說我不見得是第三名 我也可能是第二名 搞不好說我幹掉你國民黨 那他不見得會投反對票 他後面一定有他政治上的邏輯 但我有時候覺得我太認真去思考柯文哲的講法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比如說大家都覺得說柯文哲 在很多回答這件事情上面 都是他有什麼科學理性物質對不對 我先給各位看 這之前他曾經有這個接受到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講說哇 這個世界幹嘛 不是亂猜的 是他接受媒體遠見雜誌 訪問的時候標題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說他無厘頭要幹嘛 他說不是 其實我有一定的思維邏輯 結果剛剛清皇不是很認真的在說 柯文哲不是講說什麼 如果賴清德當選 然後這個外資會跑掉對不對 那按照他一定有索本對不對 結果你看到他的訪問的內文在這邊 柯文哲說其實他也 其實他也沒有詳細數據 他是聽人家說的 原文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他跟剛剛那個一起說我開玩笑什麼不一樣 他沒有數據 他也聽人家說的 因為大家都這樣說 所以他覺得應該會是這樣 那我今天回來看 其實老實說 今天能不能進二輪的這件事情 我不覺得不能討論 那問題就回來了 我覺得剛剛這個 維元兄所講的那個 是有講到 我覺得心裡面的那個 就是每一個學者 他一輩子悉心念念 在那個學科裡面 不斷的鑽研 他一定有他自己內心認為的價值 或他覺得什麼事才是對的 可是不代表你認為的對 就叫做事實 我舉個例子 這樣不管現在是 以前是大法官視線 其實在同一個法律的這件事情 透過視線的時候 大法官也有不同意見 所以你會有這個所謂的協同意見書 你也會有不同意見書 那你都必須要陳列出來 你也不能講說他跟我不同意見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是胡說八道 你是不對 不能這樣做 所以當你出來講說 哇你要去看我的著作 我輪不到你誰誰來的時候 這也不是你誰說的就算 你自己認為憲法是這樣 可是別人不見得認同 我再回來講 因為剛剛這個褚英有提到 有一些這個 有些東西其實要該修法 我回到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自己跑立法院 我們更在乎的是 你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你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這個是中國時報的報導 應該不會扭曲他 這是他原先在原提案的時候 說為什麼他想要提 這個所謂的總統二輪制 請大家看他的文字 他裡面提到說 現行是一輪制 所以當選的政府總得票率 皆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甚至低於其他候選人得票總和 好 後面還有這一段 以及其所屬政黨與國會 席次未過半時即出現少數政府的困境 缺乏穩固的民主這個民意基礎 國家治理就陷入到難題 引發憲政危機 你今天提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是你覺得因為總統沒有過半 第二個是國會沒有過半 那請問你解決了哪一個問題 你即使搞你的二輪好了 按照你原來提案的這個想法 你是說因為這兩件事情 導致到混亂 結果你說 不要 我現在就是只修掉了這一個 那我再問另外一件 那如果今天同樣的狀況 經過二輪還是賴清德當選好了 我現在用一個假設性 因為大家喜歡用假設 還是賴清德當選 國民黨還是在國會多數 請問國民黨的代表 你們會不會說 按照翁曉玲的提案 因為現在他的總統已經過半了 不管我在國會是有幾席 我全力支持政府執政 不可能嘛 你不會這樣 你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 就算你國民黨 現在在國會是多數 你提了這些案子 哪一個大家覺得是有急迫性的 如果今天溫小玲 現在一直在解釋 就是說你看他的提案 有多有正當性 我看到有些國民黨的人 幫忙辯護到 也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一直在強調法國 說全世界八十幾個國家 我還特別去Google一下 聯合國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你太認真了 我們要認真看這些 就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 在聯合國裡面 有登記一百九十幾個 你硬挑那十八十幾個說什麼 他們有二輪字 剩下那一百多個 也沒過半 也沒過半 高高也沒過半 你都有點多條 然後一直在講法國 法國 我們跟法國體制又不要 我不是法國人 我們就用台灣現行的狀況來看嘛 就如果你原先提案 一直在強調這件事 你自己設了兩個gate 你就覺得說 因為這兩件事情 導致憲政會亂 那你沒有解決國會的問題 所以剛剛褚英講說 那要不要 那這樣重新來過一次 全部重來 全部打掉重練 那你要不要看